新一季度的10月 有些動畫 今個星期也看到一群新版 有一套是Ricky介紹的 我本來已經很喜歡 什麼呢 就是膽大黨 很奇怪 你是不是漫畫都追完 是的 暫時有168畫 168畫 一段時間都不完 因為他的故事很天馬行空 任他玩 他的故事是不是有連續性 有連續性 跟大家說一下膽大黨的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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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翻譯得不錯 因為這套東西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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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阿鍾剛才所說的 為何我這麼喜歡呢 因為這套東西 其實 暫時在Netflix 有一集 我猜不到是Netflix所看的 是呀 因為之前 Netflix說 都想重點煲 是黑白大廚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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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很好看呢 很好看 很好看 烹飪節目 不是 真的是劇 不是 真的 烹飪節目 烹飪節目 第一個烹飪的 variety show 即是選秀 比賽 很過癮的 這個是近期的熱話 近期熱話 怎麼搞呀 中國經常都開戒很多東西 有很多大冠節 是呀 沒辦法 睡了兩個小時 難怪你我這排那麼開心 很開心 看很開心 特別是 你吃飯時又看 黑白大廚 開圍 過癮的 開圍 過癮 好笑 又看到一些做人的道理 當然我覺得很多是劇本寫出來的 未必一定是真正的show 但你會看得很開懷 很開懷 說回一個動畫 今天我不是很多回答到爹 是這一套 Nefix也重點想補這套 因為這套是奇情 科幻 妖怪 妖怪 外星人 妖精 想得出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都集中在裡面 而且他也不賣弄色情 牛仔什麼帽子 阿鎮有關麻 反而是關麻 第一集 什麼不賣弄色情 很少的 整套是拿出來的外星人 很少的 那些可能是某些人的性傾向才有色情的感覺 他拿那些東西 你不覺得有問題 他不算很露弱 不算很露弱 但我覺得女主角在動畫中 索了 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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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沒有那麼有 慢慢沒有那麼索 畫功 表達方法的問題 那個女主角很強 那個男主角很弱 然後那個女主角要保護男主角 開始正如王道野 然後就開始說到後面的時候 原來 這個直播好像輕了機 是嗎 直播輕了機 那大家說 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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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在這裡 他不相信外星人 但是他不相信鬼神 然後那個女主角就相信鬼神 就不相信外星人 這個有點抄X-Files 這個行不行 X-Files裏面 男主角 Fox Mode 就相信外星人 但是女主角就不相信 但女主角就相信教的 哦 信天主 信魔鬼 那真的有點像 有點像 他到這裡的時候 都挺靜怒的 因為兩個矛盾 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再加上一些不是很主要的畫風 你就開始有些吸引 然後開始暴走 就是兩個人進去那間鬼屋 看到外星人 看到外星人 開始第一個暴走 外星人還要撕爛女生的衣服 然後拿個機械條條出來 然後 沒事啊 只是暴走一下而已 然後他暴走第二天 就鬼魂出來 嘩 說得很厲害 我又覺得 像 你覺得是不是很習慣 之後會越來越多這些古靈精怪 因為他每遇一個 好像龍珠一樣 你每遇一件事 他又會多一些人 多朋友 但那些人又有些特別的古靈精怪 總之一群有古靈精怪 就是去遇一群古靈精怪的事 那你就覺得好像有多過癮 還有他有兩樣東西 我覺得挺適合我們上了年紀的人 那種情懷 第一 男主角 真是叫做高倉健 這是有些年紀的人才知道是誰 我其實真的不認識的 女主角是喜歡高倉健的演員 這件事你覺得挺有趣 把新的年輕人和一些前輩 扯得來的關係 其實他有些喜歡阿叔 是的 所以大叔 新的喜歡但有些年輕女 第二件事就是 去到外星人第一次出現 外星人的情節 還有那些畫法 那些音效 畫面 好像當年六七十年代 超和系的Ultraman的爆發 好像 他又覺得 那個導演 他是專門的 或者他本身就是喜歡這些 可能是 放回去 但他在電話上衝出魔鬼 有些新的東西 那隻外星人 把他撕掉人皮面具後 其實他是有點像打打的 是呀 打打星人 就是那一隻 其實我不熟悉這套漫畫 但我看過漫畫第一集 我記得第一集是劇情 因為我不是看很久 可能我一兩年之前看 我期待他怎樣處理 那些 因為他有些 講白一點 他有些強暴女主角的場面 當然失敗 因為立即是男主角 變身後來救他 高速婆婆 但也有鏡頭 怎樣處理 是否會特別賣弄 其實他處理得很好 因為所有性暴力的場面 都在那裡 但他很考慮這樣 避開一點 例如動作剛好遮蓋了 因為在漫畫中他有畫出來 例如魚球 他過了一些無套 他就遮蓋了 例如畫過一點 外星人就遮蓋了一點 而且那場戲 你看日本漫畫黑白 但他在彩色動畫表達 用了燈光 變成他不是人肉色 他變成藍色的皮膚 氣氛蓋過色情 恐怖緊張氣氛大一點 雖然畫面九成半是一樣的 跟漫畫的角度一樣 就是靠一些技巧 顏色或遮蓋的位置 遮蓋了 令事情沒有那麼 變成緊張動作的場面 這套動畫被譽為 這季的神作預定 希望有很多人看好這部 但我現在經歷過上一季後 我就不敢說這句 上一季那套神作預定 就是綠乃子乃子虎視丹丹 我也是看了一集 就頂不住了 因為上一節這套 綠乃子乃子虎視丹丹 都是說神作預定 但我未懂得欣賞 我會嘗試的 我會努力 之前有一套黃道作 大家都覺得可能可以繼承 某些大作 就是怪十八號 但可否聽別人說 後境不計 我也有看漫畫 我也有追到最新的 其實我覺得OK 即是還OK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如何說呢 因為後期中後期 平淡 即是很老正 是的 即是你猜到的 即是訓練 你猜到的 是的 但我覺得這樣也算OK 好過我寧願你合情合理 好過突然間亂來 好過離激半導 亂來 即是好像咒術 那些 咒術 還有我真的很不喜歡 鏈巨人 剛才我們吃飯 鏈巨人後期 我自己有些人覺得很特別 但我又很… 講到鏈巨人 我終於看了 作者的一套電影 最近出了 其實出了很久了 我終於看了 就是那套Look Back 我沒有看過 是講兩個女生 你有沒有聽說 是一套動畫電影 就是鏈巨人的漫畫作者 另一個短篇作品 還未看 不是科幻 是講兩個最深於漫畫創作的 女生的一段經歷 直到成年 是一個很悲哀的故事 我終於看 但我不知道 我很遲 因為我最近拍攝小弟出漫畫 最後有時間看了 是很有用心的作品 講漫畫 會否令你更觸碰 我想我有少許體會 因為兩個女主角 他們從學生時期開始 已經互相聲聲聲聲聲 因為一個女生在校報 連載四格 小弟在法國的時候 就是四格 你不就應該去共鳴 少許 因為她是很自豪 女主角本身是很沙塵的 她覺得這件事是我很自豪的東西 我一直都有說 畫畫或畫畫 對於我來說 是我唯一可以叫做 別人會稱讚我的東西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AI這個出現 我覺得真的很心痛 因為對於懂畫畫的人來說 有人稱讚你 除了這件事 有甚麼值得有人稱讚你 尤其是小孩子的時候 沒有人會稱讚你 這個人很有耐性 或者是很專注 小朋友七歲八歲的時候 人家不會知道你的性格是怎樣 但畫畫是拿出功課給別人看 而那件事是立刻獲得讚賞 小孩子來說是一個肯定 肯定了你的定位在哪裏 就是畫畫會有人稱讚過的人 這個女主角就是這樣 有一陣子先生說 原來有一個女生是一個宅族 她是有那些不能出街 心裡最愛的學生 但她有畫畫 她亦想投稿 不如今期你讓給她 女主角很囂張 就讓給你 誰知道 另一個女生 原來她的畫畫是很美 因為女主角畫的故事很有趣 她很懂得創作一些很有趣 很令人發笑的四格 但另一個不出現的女生 她是畫工非常美 她的四格漫畫是一些風景 一些氣氛 女主角在比較之下 當堂的心冷了一陣子 原來天外有天人 有人畫得這麼漂亮的 有一個女生可以畫到這樣的功力 最初決心不斷廢枕忘餐 在故事中交代 可能練了一年 沒有所有社交 沒有所有功課都不交 所有東西全身 就要練贏她 然後有一天 她再看同班同學的女生的功課 她說算了我放棄了 我放棄了 我和同學唱棋了 我不玩了 在畢業時 有天 先生說 你不如將畢業證書拿給 因為 其實得理跟她有些共通點 你拿給她 你將畢業證書拿給那個 拿到她家 這兩個女生在她家中相遇 原來那個女生 很崇拜女主角 覺得你才是老師 她就叫她做一個老師 這兩個人就變了好朋友 慢慢成長 到中學的時候 就合作畫漫畫 那女主角就畫那些人物 另外那個女生 就幫她畫背景 變了一段友誼 但後來這段友誼 就要看 已經去看了 有興趣的 到最後是一個悲劇 故事就要知道少許 因為日本你知道 發生了那個漫畫創作公司 給一個瘋子放火 她是有少許借用了這個背景 令到這件事也合理了一點 其實 我說回頭 為何我會有共鳴 因為 女主角就覺得那個人是天才 因為她的畫功很高 但在我眼中 女主角才是天才 因為說故事是難過學 學藍的畫功 她本身是一個源源不絕 有很快就有點子 有idea 畫到一些大家會笑 其實這件事才是天才 以中國像不像演員 可能編劇才是 編劇又很希望 覺得這個演員演得很厲害 但演員就說 如果我沒有你那個劇本 我又演不出來 這是我可以說 因為導演 編劇 演員 甚至監製 我也做過了 各有各難處 各有各難 演有演的難 編有編的難 導有導的難 監有監的難 各有各難處 沒有說哪一種難一點 所以一個戲劇作品 集所有天才於大城 如果有興趣剛才Walka說的 就試試問一下 其實很多人都有看 中文剛才說 還有一部 我補回一個 都是Netflix 現在可以看到的 剛剛完結了12集 Season 1 就是《魔法》的 《仗語劍的魔劍談》 為何我未聽過 是動畫 他是頭十位 是嗎 其實這個故事很老套 就是一個不懂魔法的人 進了一間魔法學校 跟懂魔法的人的矛盾 這次的那個 是正經版 為何我會看完 因為他的畫功很吸引 很黃道 這個你覺得是黃道 很正如 你看那些 大家的《獅子魔法》的場面 一定不會失望這個 說回今季 另外一個出了第一集 叫做 《機械臂》 《mechanic arms》 《機械臂》 故事很簡單 有一天有一個學生 突然從天而降 撿到一個機械立方體 這個立方體 就寄居在他的衣服 可以生出一隻機械手 有些似寄生獸 不過今次是機械臂 但不是只有他的 另外有一些組織 每個都有這些機械手 《國類諸國》還有兩隻 現在就開始了第一集 我看完之後 挺有趣的 《機械臂》 《手臂的臂》 這就叫機械臂 你看那套叫什麼 《象羽劍的魔劍塔》 《象羽劍的魔劍塔》 和你剛才說的綠奶 綠奶子的感覺一樣 這麼巧合 《奶子》 《奶子》 《虎視丹丹》 那些名字越來越巧合 這套就不要看了 我未懂欣賞 我不敢看 這麼巧合 這一季都有很多大家可以看看 但關於機械人動畫 那一季就真的沒有了 之前那套是否很搞鬼那套 你們經常說很王道又搞笑那一套 就是用氣爆發 那個是不是用氣爆發 剛派了貨好像很微笑的機械 是不是機械人 我見到 我見到 《沃達佛》拍了 早點 機械人好像就是那套 算是比較近 不不不不不 《貝荒》 但這一季如果你說真是機械人動畫 其實不是這一季 其實相對都是少 又要講回《期待已久》的巨靈神U 十三集 不知道有沒有Season 2 值不值得有Season 2 你覺得一般般 我不知道 我嘗試了兩次 都沒有辦法 我看到第八集 我還會看完 我還會看完 如果他有Season 2 我希望換了個 這套巨靈神 好像很過分 這套巨靈神比Goccia Goccia你頂不了六集 六集你玩完 你可以這樣計算 這套八集 贏了兩集 也好 有師兄介紹我們一套 《擅長逃跑的殿下》 這套好像完了還沒 還是跨季 擅長逃跑的殿下 現在的卡通片名 全部都古靈精怪 人物名難記者 現在連片名也難記 TC3PO就說 張宇劍的故事麻麻 但人切和畫公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是說 大家看的時候 看他的獅子魔法的場面 故事其實你都猜到 你都猜到是什麼 有師兄提出一套 不死不幸 跨季 我看了幾集 我看了幾集 我沒有追下去 在哪類型 都是偏向熱血地 想什麼就有什麼系列 不是主流東西 一個是很幸運的 一個是永遠不死的 不死不幸 兩個人就是這樣的組合 我們應該差不多了 還有整件玩具要包 先說到這裡 如果我們現在有什麼新花 可以再介紹一下 好 好 Toyce TV 各位觀眾 大家好 志田ねねです The仮面ライダー展の 海外初展示となる 香港での開催 Special Ambassadorに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Incubase Arenaにて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